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大家生活都一样忙碌 但为什么只有我感觉特别的焦虑 没错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 广泛性焦虑症 我们都知道未雨绸缪是一个好的个性 因为它可以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先做预备 但如果有人每一件事情 他都想未雨绸缪 这样各种的事项往心里割 造成身体已经开始产生症状 焦虑到睡不着 焦虑到发抖 我想这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心理状态了 今天聊这个话题 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 一位是精神科黄俊卫医师 以及智商心理师周慕志老师 我们一起欢迎他们 嗨 黄医师 周老师 你好 你好 请坐 周老师今天第一次到我们节目 对 会焦虑 会紧张吗 还好 因为感觉大家都很亲切 我们今天有一段VCR 然后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 是很像你们平常会碰到的一些病人的状况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台北的杨先生 听说今天要聊 有关于什么广泛性焦虑症的 就被抓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讲得好不好 好紧张 导演啊 等一下如果讲得不好 把它剪掉好不好 就是说做每件事情 这个后路先留 会有这种个性 可能会相对想得比较负面 或者是说 我先把最差的想过一轮了 那就要从我的小时候开始讲起 小的时候啊 只要遇到考试 前一天我一定都会睡不好 我常常的跑厕所拉肚子 总觉得自己一定会考不好 虽然考试的结果都很OK 但我觉得那都只是巧合而已 下一次才不会那么幸运呢 到了高中的时候啊 为了拼国立大学 报了一堆的补习班 虽然老师说我胜券在握 但是我心里啊 还是常常怀疑自己 考不上国立大学 常常晚上啊 梦到自己落榜而惊醒了 搞得我啊 隔天精神都很差 鼓励他称赞 他说你很棒 这样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他根本上是不相信这件事 所以等于是你讲很棒 他暂时上安心一点点 但下次我没那么棒怎么办 就是他也有就是一点点 就是对于自己的自尊啊 自我能力的怀疑 开始工作以后啊 面对做不完的工作 加不完的班 让我感觉到快崩溃了 即使完成了工作 我也没有办法好好地放松 心脏啊跳得超快的 莫名地胃食道逆流 天气热的时候啊 还会觉得冷 感觉身体都快坏掉了 医生却说我很健康 朋友劝我说 要不要离职休息一下 但是我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吗 面试会上嘛 下一份工作会更好嘛 我的胃好痛 导演 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我相信刚才这个影片啊 也会有很多人心中的疑惑就是 那是我吗 或是就立刻会想到自己的家人 我想还是要厘清一下 就是焦虑人人难免有 明天要联考谁不焦虑 晚上睡不着总是会发生 可是那个跟焦虑症 和焦虑情绪 应该还是有一个差别 有有有 焦虑的情绪跟焦虑症在医学上 是有很清楚的定义的 是是 那要去定义到临床上 我们会以医师的角度 要去下诊断 大概就是 它必须要符合几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它这种焦虑的情绪 要连续哦 然后几乎每天要长达六个月以上 光是这一点就不是太容易了 对 可是很多焦虑人可能 像我们刚刚看的VCR的那位 工作人员表演 从小 他觉得六个月算什么 我十五年都这样 二十年都这样 对 但是他这样子的焦虑 他一样除了这个情绪之外 他还要造成一些很明确的 生理的一些症状 对 腰酸背痛啊 刚刚里面表演可能长造症 胃食道逆流 或者是有一些自律神经的一些症状 那这些症状它也必须一直 反复不间断地一直出现 会换来换去吗 会换 就是一段时间是拉肚子 一段时间是胃壮尿 一段时间是头痛 心血 那有可能合并出现 那最重要最重要 我们要下诊断 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 它一定要造成它 我们讲说在职业上 生活上 社交生活上 它的工作上面 它必须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变成它因为这个焦虑 它不敢去做某些工作 或者因为这个焦虑导致它 这个焦虑导致它跟别人的互动 出现问题 出现困难 甚至它跟家人之间的相处 会出现问题 但出现困难是谁觉得困难 是他觉得困难 还是家人觉得困难 有些人那个焦虑 比较是担心自己表现不好的 这个可能就是自己的 对 因为他害怕 所以他不敢去做 对 那旁人都觉得你办得到 就他自己一个人觉得不行 那他在找的工作 或者是跟对象交往的 这个过程 他就会变得很畏缩 对 那这可能就是影响到他自己 另外一个部分就可能是 比如说老爸爸 老妈妈 担心自己没有结婚 是 然后非常的干涉他们的生活 这是造成对方的生活 所以造成自己也可能 造成对方也可能 对 对 会有人自己已经陷入 这种管缓性的焦虑症 然后是旁边的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去找心理师 或者是身心科医师帮忙 会有这样的人吗 还是通常他是主动的说 我真的是太苦了 我需要找人帮忙 其实老实说 也有insight的 也有没有insight的 有insight的 比如说他的生活 真的很严重 影响功能 他觉得他活不下去 他没办法睡觉 他每天都想一堆事情 疫情 小孩会不会中标 然后工作会不会失去 就想一堆事情 他就是没办法生活 他真的到受不了 他至少会去找医生 就是看医生 然后或是找我们 去做一些谈话 可是有一些是 他真的会 就像跟黄医师说 他就是会让旁边的压力很大 然后你要是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焦虑 他会整个走起来说 我才焦虑 你全家都焦虑 然后就可能变得 就是他的焦虑 其实是他生存的一个方式 所以当他今天 你要他放下这个生存策略 其实就是 其实是蛮可怕 就叫他不要吃不要喝 一样的意思 对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他们不一定愿意这样 可是要停下这样 又会让他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焦虑本身就是一个 没有安全感的展现 所以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去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所以刚才影片当中 这位旁边 说别人叫他 干脆不要做这个工作 那其实有点像是 说你有这个个性 那你把这个环境去除掉 这是个好建议 就是能做这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这个建议其实当然 乍听之下 会觉得很像釜底抽薪 对 那你只要把这个环境去除掉 就没事 可是实际上 在现实生活上 我觉得有点 致爱难行 是 比如说你现在 你不要做小儿科 你跟我换 我觉得你们科压力比较大 对 我们的科还好 我觉得我现在去 我应该有压力 所以这不太可能 对 这一定会有一个 一个现实上 没有办法判到的事 所以就是现实生活当中 你虽然这个个性 在这个生活形态 这个环境当中 好像是很冲突 可是你又脱离不了 还有一个原因 大部分焦虑的人 其实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 可是他常常觉得 自己只能做到这样 我对我自己要求这样 我自己觉得我只能做到这样 这中间就是压力 所以这个压力 就会让他非常焦虑 所以今天我们跟他说 你就比较容易焦虑 所以你不要做这个 他们就心里默默会生气 所以你觉得我做不到就对了 对 所以你觉得 你再贬低他 你不认同他的能力 然后他真的选了下一个之后 他就会觉得说 我已经因为能力不好 要选这一个了 我就要更努力 他又进了更高的标准 他就换肠不换药 结论就是他去哪里都会很焦虑 好 那我了解了 我们先不动环境了 好不好 那个人 我们就说 那既然这样 你怎么样去跟这些 已经进入焦虑症 或者是还在焦虑症边缘的朋友们 说我们做一些什么内在的调控 焦虑症的人 或是焦虑特质比较明显的人 有一个困难就是 我觉得我的世界是不安全的 所以我一定要找事情来担心 没错 所以就变成是他的焦虑会一直换 对 所以最终还是必须回归到跟自己说 其实我现在的生活是安全的 对 可能我这些焦虑 跟我过去的一些经验有关 所以我以前要靠这样的焦虑 才能生存 但是我能力是做得到 就是把它掌握好跟安排好 我需要相信我自己 慢慢的用这样的方式 给自己信心 然后给自己一些安全感 会让这个情绪稍微可以平稳一点 这样讲之后他们吃得下去吗 不容易 所以这就是我们心理师有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遇到一些人 可能进来之后 他如果比较焦虑 他讲话会很快 对 我们会根本上的在 刚刚有讲的 有一些生理的症状跟心理 所以我们根本上在讲话 我就会变慢 对 让他慢慢的慢下来 他的情绪就会平缓 情绪平缓之后 他的情绪就会 他的生理症状会改变他的心理状态 OK 他就会觉得 我好像没有那么紧张 我刚刚在紧张什么 因为这两个会互相依障 对 他感觉到这个平静了 他觉得听进去 他吃进去了 然后一走出去 然后追捷运 这次来不及 然后立刻又回到 对 非常快速的步伐 所以他要藏回来 我们这样 是这样吗 我们这样子好像是 那个直线 还是什么 就是这也要藏回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还要搭配放松练习 运动这些 就是让自己有办法 可以平缓下来 自己当自己 就是安抚自己情绪的人 这件事情 明确地给个三招吧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在你很紧张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感受到 你的情绪开始上升 就是你一定要先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感觉得到 就是要有因赛 没有因赛不能处理 所以你就是要先觉得 OK 我现在好像有点紧张 我在紧张什么 反正不管怎样 我先深呼吸 或是让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 去让自己的情绪 可以安稳下来 比如说我做一些 会照顾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我做一些 就是号召 然后就是小小运动一下 转移注意力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比如说桌上可以放一些 让你觉得喜欢的东西 或者喜欢这个 对 绿色植物真的很好 就是你压力很大 所以你看着它 然后观察一下它 就可以转移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会拿出他那一柜的手表 然后每个调时间 就是那位朋友 就是你知道 就是 我懂 做重复机械化的动作 那你就可以清空你的脑袋 然后想着奇怪 我怎么没有办法 每一支表都调到同样的时间 又开始焦虑下 又开始焦虑下 所以我觉得找到自己自我安抚的步骤很重要 就是然后怎么样让自己在自我安抚当中 不要再焦虑起来 就是其实这个方法 每个人不一样 听音乐呢 听音乐也是一个非常快 感觉这很快 对 因为我一直在想要怎么立刻拿到的 听音乐还有闻东西 有些人是嗅觉型的 闻东西 然后还有有些人是触觉型的 你在那个放一些什么触觉球 或是那个软绵绵的绒毛的 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去观察 你自己比较是哪一种的 然后接下来 当你情绪开始平静之后 你要是有机会的话 回过头来问问你自己 你到底在焦虑什么 有的时候你在焦虑的事情 其实它是可控的还是不可控的 所谓可控就是比如说我明天要报告 我要在公司大家面前报告 我很紧张 这就叫可控的 那我紧张我可以做什么 焦虑就是它可以促使我们 去做一些准备 那这件事情就是好事 所以你可以去多做准备 那你明天就比较不紧张 可是我看到二乌战争 然后看到我的股票一直绿盘 我觉得我好紧张 那这个就比较不是你可控 你最多只能买卖 但是你很难可控 那我能做的就是我先去 检视一下我现在在这个部分 我的那个限制跟范围 就是我帮自己 画下一个安全的范围 那这个投资的钱 其实不是我全部的钱 或是它只是我多余的钱 然后我现在也有一份工作 所以我可能不需要那么焦虑 用一些让我自己知道 我现在是安全的 你担心的那个焦虑的事情 不是现在马上影响你的生活的那个危机 这件事情会让你也比较平缓一点 可控的就是把它做完 做完自己心里就平安了 对 不可控的就放下交托等待 我觉得放下交托等待 这件事情是最难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在发现自己放不下的时候 我觉得就跟自己说OK 我知道我可能就是担心了也没有用 那就这样 接纳自己的焦虑的情绪 对 我觉得接纳情绪是一个 因为我相信黄医师也同意 就接纳情绪是一个 让自己的情绪能够平静的一个 最快速的方法 是 这个就比较偏 我们前面可控的都没有办法操作的时候 对 那有时候我们就会跟哥安讲这句话说 你想想看这件事情 你多焦虑一分 或者是早焦虑一个小时 跟你晚焦虑一个小时 或者是少焦虑一分 对事情的结果有任何的改变 是 逻辑上没有 对 那我就问他那你到底在焦虑什么 那他说可是我还是会担心 我说会 担心都会 我没有要你不担心 可是你知道你自己要理解 你多担心并没有用 是 你不要让它无限放大 是 其实会有效 其实就是改变对个案对 焦虑这件事情 或是他本身原来担心的某件人事物 这个东西的认知 对 改变他的认知 他其实就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我已经转移注意力了 我也自我对话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 你可以帮我 救我 有什么药物 或是什么治疗 老子有的是钱 以台湾健保的状况来讲 不用太有钱 对 所以真的如果说 OK我们也找过周老师了 也做过心理智商了 然后刚刚讲的这些方法 我们都试过 他都懂了 都懂了 也曾经执行过了 有的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效 但他很清楚说这个 就像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 怎么样会定义到焦虑症的诊断 如果说真的已经出现这些 对身体 对工作有一些影响 对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产生 他也不排斥吃药的话 其实这边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跟各位观众说一下 就是 其实很多人都误会说 那我焦虑症 抗焦虑的药物也好 是不是会越吃越重 或者是会 吃了会上瘾 其实这个都是很错误的观念 其实只要遵照遗嘱 在正当的使用的情况下 大部分的个案 其实在三到六个月 这个状况都会改善 对 那你只要不要乱吃 你不要一急就自己乱吞 那有状况 会跟医生去做讨论的话 其实这个都不会是大问题 大部分的个案 在其他的方法都试过以后 药物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选项 而且它很有效率 两天三天就可以 可以让你的这些焦虑的症状下降 配合你自己做的练习 也会增加这种正面的经验 你会发现说 我的行为 我的想法改变以后 我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我会加深这样子 那个感觉是什么 假设我今天就像影片里面的人 我只要一紧张 我就想上厕所 对 那用了药之后 那个内心的改变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吃过 好 用的 比如说像刚刚讲这种 这些是肠肇症的症状 或者是说有的人会手抖 好喊 这个症状的治疗 就很像我们感冒有流鼻水 或者是有咳嗽 用的药不一样 但是这些症状治疗的药物 效果都很快 几乎都是吃了大概一两个小时 就有感觉 所以大部分的个案 只要对症下 要吃到对的药物 他就会觉得说 我这次不用一直跑厕所 我这次好像没有冒汗 或者是一进去一到 要跟别人讲话 我就整个脑筋全部空白 我其实紧张归紧张 我还是可以说话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这一次的经验 正面经验 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其实你计量只有一点点 但却让你下一次 比下一次又再更 越来越好 我们常常讲滚雪球的理论 你往坏的方向滚也是滚 往好的方向滚也是滚 它都是在累积正面或负面的经验 对 像我知道有CBT 某种治疗的方法 就是借由文字 或者是一些动作 对 然后去把他的这个焦虑消除掉 有这样的治疗吗 有 我们在做资商 或者说我们在门诊 即便是很短的时间 我们在做的也是 改变他的认知 那让他觉得自己相对可以控制 那他的行为上面 就会接着有一些改变 所谓的CBT 就是对于焦虑症 真的是比较有效 那他比较简单的 认知行为 心理治疗 但是他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他会去讨论什么刺激 然后造成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感觉跟行为 然后还有就是你出现了什么 非理性信念 比如说你的未雨绸缪 就像我刚刚很快的讲说 是可控的不可控的 这个就是帮助你去讨论 你的那个觉得未来会爆炸 会坏掉 然后你现在的所有一切都会失去 这个东西是个非理性信念 所以你要怎么学会自我安抚 那CBT其实对于蛮多人在 有焦虑或是焦虑症的人来说 会是有效的 不过遇到那种焦虑症的前辈 或是长期的学长姐 就是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容易 医生生病的时候 对 所以就会变成是 当他们遇到这个状况 他们会觉得我都知道 我脑袋都知道 我心里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讨论关于 就是我们另外有一种叫经验学派 我们会去讨论就是 你的那个感觉是什么 感受是什么 还有这个东西可能会跟你本身 与他人的界限有关 还有你过度负责的性格有关等等 比如说今天我觉得 就是像说我女儿都不结婚 我觉得我压力好大 她就是不结婚 我又不能她不可控 可是我想到我就烦 我好像绑她去结婚之类的 又不能替她解 对 可是其实这件事情 就跟所谓的界限有关 那是你 你的女儿是独立的个体 她自己的人生 对她是最重要的 可是为什么你会比她还紧张呢 会不会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状态 所以就变成是我们需要去深入地讨论 她跟其他人的一些情感 跟就是情绪的界限议题 对 然后有机会才有办法 从感受跟信念上去调整 她目前的状态 那就已经不是单一的技巧了 对 她其实是一个很 每一个case by case 她对每一个个案 她所遇到的困扰 其实你要全盘地了解 是 是 身边的家人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利用 这样的一个技巧 我觉得家人最难的地方 就是因为至少有感情 所以情绪的流动跟互相影响 是高很多的 所以如果今天 为什么要找心理师 而不是找家人 因为心理师就是 你很焦虑 不会影响我 但是 我一直来的时候 跟我谈 我又不会走进你的生活 但是如果是心理师的爸妈很焦虑 也还是会影响心理师 对 而且他基本上是不会相信我们 对 没错 所以就变成是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先有办法让自己稳定下来 不要让自己的情绪会被他们影响 对 然后才有办法去跟他们聊说 你们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蛮好玩的是 很多就是焦虑特质比较强的人 藉由这种一直去讨论 你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你烦的事情是什么 那你觉得你觉得可以怎么处理 或是你觉得最糟的结果是什么 然后去这样的讨论 他其实就是在做一个CBT 这个家人可以去考心理智商所 他家人就是他 就他自己本人是不是 对 就是想说他是怎么应付 我真的觉得是 关于家人焦虑 我关于工作 我都叫他们离职 这真的蛮有 我觉得有些人的特质就是做得到 对 如果说今天你陪伴一个焦虑的家人 你发现刚刚赵老师讲的这些 你游刃有余 搞不好你真的可以如果 有这个特质 你可以去考一下心理智商所 你可以考虑一下 对 真的 好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真的是 从这一个广泛性焦虑的症状当中 对于病人本身 我们可以先用一些转移自己 注意力的方法 是 然后再来就是自我的对话 刚刚讲厘清哪些可控哪些不可控 然后帮助自己去把那个可控的部分 用一个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的方式 把它解决 那我们身边的家人如果能陪伴 就是放慢速度 然后讲话不要跟着他一起加速 然后可以做一点点 这是刚才讲的这个事件本身的 也轻重环境的厘清 是 让这个个案本身能够 好 家人啦 本身可以稍微找到那个光亮跟方向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排斥就义 对 如果今天有一个医疗的帮助 可以让你有滚雪球的效应 一点点努力能够有好的成果 你就会继续地往一个比较不焦虑的人生 不影响到身心的方向去行走 是 我相信焦虑的个性应该是不会被治好的 所以就请接纳自己吧 对 你是一个很未雨绸缪的人 是一个很细心 然后很有计划的人 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特质 接纳自己的特质之后 然后去做刚才讲的微调 这个才是我想 今天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信息 非常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聪林 谢谢 真言12章25节说 人心忧虑 屈而不生 一句良言 使心欢乐 当一个人深陷焦虑其中 我们身边的朋友千万不要在旁边 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其实这些话对这个朋友来讲 完全没有帮助 甚至会加深了他对自己的焦虑上面的恐慌 如果我们能够温柔地跟他说话 与陪伴 还有跟他一起祷告 让他在祷告当中了解 重担可以交托给上帝 使他心里有平安 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一句良言的给予者 欢迎大家订阅爱家好医生的脸书 以及YouTube channel 都可以在上面留言 告诉我们你想听的主题 以及看我们过去录制的节目 下期再见咯 拜拜